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台南市北区一带街友较多,最近出现诈骗集团吸收街友当提款车手的首件案例,黄姓街友平日睡在街头,最近手头紧欠他人债务,竟然加入诈骗集团,9月间担任车手设诈领提款6次,取得65万元赃款,但他只分得9000元,也很快花用一空。 22日晚间被警方查获,身上只剩36元台南市列策有200位街友,这些街友大多浪迹街头,有的竟成为治安顾虑人口,42岁黄姓街友平时在北区永康区一带游走,入夜以人行道的长椅围床,最近阴欠他人债务,需钱恐急,提供自己账户给诈骗集团, 还挺而走险担任提款车手,警方调查,黄贤在今年9月共提领6次款项,其中一次到邮局林贵提领55万元,其余5次从自动贵原机分次提领共10万元,18日领完最后一笔钱,他分得9000元赃款。 22日,警方得知黄贤下落,寻现歹人,他落网时正睡在街头一凳上,全身上下至剩36元。 黄贤到案后坦诚担任诈骗车手翻行,警方依诈欺罪嫌将他移送台南的检署侦办,并追查诈骗集团上游主嫌。 警方表示这是台南市查获第一件街友担任诈骗车手案件,北区市街友集中地区,未来可能受到诈骗集团高利润分红诱惑,成为治安顾虑人口,必须加强防治。